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 圣经关于国际经济 有什么样的预言呢 其实录第十八章 预言到巴比伦的倾倒 这抵挡上帝的罪恶大臣将在一戏之间倾倒 巴比伦臣有权品的天使降下异乡 信息大臣巴比伦将要倾倒成为鬼魔的住处 而属神的子民要出来 免得受到灾祸 为什么巴比伦成为倾倒 因为犯罪要荣耀自己奢华过度行淫各种的黑暗 因此有痛苦悲哀 要加倍的报应 要临到他们悲哀饥饿火烧死亡要充满 而列国的君王呢 跟这个城市行淫奢华 在经济在偶像上面挂钩 而结果违背他的刑罚 而大大的惊讶为他哭泣 远远站着挨在一位一世之间大城市的刑罚领导 客商因着他奢华发财 为着他哀哭 无人买买海商 这些水手船主海运 因着他的珍宝富足 远远站立问道 这么大的城市为何也细成为荒场 而当中天 众圣徒使徒先知 因他欢喜 愿神深渊的时候倒了 而居民呢 克里是尊贵人 万国被他的邪术所迷惑 天使举起大石头扔向海 这个城市也是这样被扔不见 不再听见情声 敌声 新郎新娘的声音 火灯不再照耀 成为一个废墟 先知 圣徒被杀者的血在此城被看见 看到这个城市是经济的枢纽 是整个拜偶像的一个核心 而这个城市极大化的经济 而会有一个极可怕的败落 众民惊讶 但当中属神的子民 却可以出来得着神的保护 经历神的深渊 是的 国际经济会有一大强权出来 而至终将要倒台 而更重要的是属神的子民 靠的不是地上的钱 而是神的话 我们来祷告 呼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国际的政治 朝着神的预言一步步迈进的时候 愿我们站在神这一边 靠主得胜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